欢迎光临美口本素人造型室 我是你的造型闺蜜某某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现在真的超开心的 因为我们要迎来联休九天了 但是呢重点来了 你要如何在新的一年呢 乐透重头奖麻将把把胡 那你就一定需要有一个开运的好妆容 来带给你好运一整年咯 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造型式的彩妆老师 朱丽安老师来交给大家咯 欢迎朱丽安 嗨 你们好我是朱丽安 今天呢就由我带来我们全新的哦 就在迎接2022年的新春简龄开运装容 让大家准备Happy New Year一下吧 那我们新年的改造特辑就正式开始咯 好准备过年咯那过年期间啊大鱼大肉啊 重口重前是免不了的 而且我们又熬夜打麻将啊熟睡 所以如果我们在装剪之前没有做一个迅速的消水肿的动作的话 我们的黑眼圈啊或者是大饼的这种水中原一定会偷偷跑出来给你拜年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装剪的保养吧 好那针对我们眼部削那个鼓肿啊 或是黑眼圈的部分我们眼霜的选择 可以选择一些含咖啡因成分的眼霜 这边推荐给我们 MOMO使用的话是克兰斯的全校紧致眼霜 使用的时候我们挤一到两滴 在我们的指腹上面做回温的动作 然后点压在我们的眼周就可以了 均匀的点压完之后再用指腹针对隧道的部分进行我们的按摩 这支眼霜的话它可以促进我们睫毛根部的一个健康度 所以它会让我们的睫毛更加的强韧 这是一个附加的一个功能哦 接下来就是全脸的按摩 那全脸按摩的部分我会使用REVA的这个美容仪来做一个辅助 辅助之前我们推荐的大特物的角纱润泽修复精华 先上一到两滴在我们的全脸之后呢 均匀的涂抹开来再使用我们的美容仪去做按摩 好那我们美容仪的部分的话分四个步骤 进行我们的眼周跟嘴角的部分的按摩 第一个动作 颧骨这个地方拉到我们的太阳穴的地方 这样子拉一回到六次之后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的颧骨 眼睛的侧面这一边往上提拉 第三个动作放在我们的两个眼睛的地方 往上让眼周微循环能够更加的顺畅 第四个步骤就是嘴角 侧边提拉过去 好这样子完成我们的四个步骤 好那保养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挑选一款比较轻薄透亮的粉底 来帮某某把底妆完成 过年走春拜年 免不了一定会看到很多的亲朋好友 那亲朋好友当中看到你 你要如何出色如何出众呢 我们这边眼妆重点来了 我们选择比较粉嫩色的色系 来呈现我们的一个简铃的妆容 让亲友们看到你想说 哇塞 是哪一户人家的女儿啊 怎么越活越年轻了 这边我会推荐使用MAC的这个果冻腮红 我们这次用腮红来呈现一个粉嫩的眼影的妆感 好那简单基本的眼妆有了 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沃缠 在过年的时候不可或缺 因为它是非常淘气的一个简铃重点之一 我们选择敷金色的这一种打亮 提亮我们的下眼睫 好那如果要让我们的沃缠更加的明显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再用一个咖啡色系 画上一条线再把它晕开 会增加我们的一个沃缠的一个层次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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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的眼妆就在睫毛膏这边完成啰 好 腮红的部分我们选择跟刚刚眼影使用的这个产品 奶动腮红用同色系的方式去做腮红局部的呈现就可以了 记得腮红用画圆的方式 拍胆在眼睛下方到眼尾的这个位置 好这样子两边的腮红就完成 最后就是我们的唇部唇彩 唇彩的部分我们只要选择一个点缀气色的护唇膏 或是一些变色的护唇产品 让唇部有一点点嘟嘟坦坦的水润感就可以 好 那我们唇彩完成了 整个妆容就这样减零 是不是少了很多岁呀 变得更年轻起来了 准备去拜年啰 过年期间的穿搭也是非常有学问的哦 虽然年轻人可能对颜色不太会有什么样的禁忌 但是长辈还是会有忌讳的哦 所以在拜年的时候要记得 尝试触犯神明的黄色 银沉灰暗的黑色 和还有缺乏喜气的亮白色 是绝对要避免的 那新年要如何把时尚跟好运通通穿上身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 当然要穿上应景的红色来开运讨喜一下 不过喜气的红色看起来抢眼 穿的不对一不小心就会显得老气 究竟要怎么穿才能不被唾弃呢 如果肤色偏健康 比较无法驾驭大面积的红色 就可以使用米色针织衫与牛仔裤作为基底 然后运用红色元素的配件 像是红帽子 红包包 红围巾等等 不仅能够增加注目度 又可以有年轻简零的效果 但是建议红色的配件 在身上不要超过两件哦 不然就会从小女孩变成表姑妈了 肤色白皙的女孩可以挑战穿全红不要怕 红色给人鲜艳大胆的感觉 不用担心造型不够亮眼 走春便走秀一定是众人的焦点哦 可以利用咖色皮衣或驼色披肩做穿搭 展现个性与优雅两种不同风格 建议包包选择小型包款 能给人俐落大方的感觉哦 就带大家新的一年 虎年新大运虎虎生风哦 想要改造全新的自己 记得周五晚上九点 鎖定EMZ深恒昌Makeover素人造型室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追踪第一手的时尚资讯 才不会做过改变自己的机会哦 恭喜发财拜拜